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俗世所有卧种 领耿待业 及其将成未成之国 斩断铲除 其职善国先属 无令卧国得臣依赞 这是个好方法 说再说 无比殊胜的好方法 此地所讲的最上乘了义之教 就是净土三经 五经 不能小看了 不能把它看清了 三经 现在尽宗经典是五经一论 这个六部东西 分量都不到 赫印在一起 也只不过的一本 这是如来真传之报 祝福真传之报 我们要认识清楚 一切佛法里 第一方 向道大师说 如来所已心出事 为舍弥头本月海 这个是福度众生 处三经 断烦恼 成佛道的第一方面 我们能认识清楚 这是大福报 不可以少善更佛的因缘 那是大福报 你真的认识清楚了 并别清楚了 依照这个方法来修习 在这个方法里面 修成功 什么叫成功呢 往生有把握了 决定往生 这个时候 如果有其他差别因缘 你可以修学一些大成经 涉猎别的 什么因缘呢 为了度众生方便去 这一批人 进土经 语言不成熟 他喜欢楞严经 那怎么办呢 就给他讲楞严吧 那一批人喜欢华严经 好就给他讲华严吧 才可以学其他的话 这个里面的条件 就是最低限度 我有能力往生 我才敢做 这个也是大师大为 细身品位 你看过去 天台中 智哲大师 就跟我们做了一个榜样 智哲大师往生的时候 学生向大师请教 你老人家一身去修净土 这往生是什么品位 他说的 他说的很谦虚 我往生只有无品位 无品位 神凡胜 同居土 品位不高 大老人家说的 因为一身 灵重 灵重要分心 要管这个 寺庙里的大大小小事情 要分心 不能专心 又要教学 他是天台中的 因为这些 闲差就大闲差了 就架杂了 所以往生的品位 不理想 但是你要记住 他有把握 但如果我们是 连一点把握都没有 也要搞那么砸 那就危险 所以他这个里头 有底线 最低限度 他决定有把握 架杂一点 立业众生 这个是大慈大悲 谁己为人 可以 如果自己往生 毫无把握 不能干 无量寿经上 讲得很清楚 即使 供养 无量无边的 祝福如来 不如清净求真 祝福啊 比不上我生 你供养无量无边的 如来 是福啊 福 不能独自己 不能断烦恼 不能出三界 不能成佛道 一定要念佛 求真借主 这才是 你真正 绝悟了 真正 不迷惑了 所以 这个求生净土 就能把 无量 放弃自己的 卧业种子 这个地方 也是比喻化了 斩断 铲除 实际上 是代业 光彩 生到西方世界之后 虽然有 卧阴 有阅音 西方世界 没有卧语音 刚才讲了 音要语音 才能够 献这个果报 西方世界 没有卧语音 所以你 为吸气 种子 带的再多 到那个地方 都不会借口 没有卧语音 这个道理 在此地 所以说 不值 是善过 先数 如果喜欢 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 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不要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